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庆余年二道季时 一时大主演回归到位 颜冰云 林婉儿人选公布 庆余年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能够长期在十大最受欢迎古装剧排名之列 一方面是因为该剧的精彩剧情 另一方面便是因为第二部的代拍 说起庆余年就不得不好好夸一下这部剧了 不仅仅是因为该剧收视 口碑俱佳 而是因为该剧奠定了古装大男主剧的地位 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 庆余年之后 陆续出现了更多的大男主剧 比如郭麒麟 宋毅主演的《坠序》 张若云 李庚熙主演的《雪中汉刀行》等等 因此 这部剧的价值绝非一般古装剧可比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这么多的人期待着庆余年二的消息 从2020年的见面会 到2021年的主演回归 再到现在 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总算是等到了启动的消息 根据日前爆出的相关消息可以看出 这部令观众欣欣念面的《庆余年二》 终于是要在今年夏季投入启动了 并且一时大主演《军乙》到位 以张若云、宋毅、郭麒麟等人为主 刘端端、田宇、陈道明、吴刚、高曙光、李小冉等人 都在回归之列 除此之外 还有两位比较受关注的角色也得到了公布 就是肖战饰演的颜冰云和李庆饰演的林婉儿 虽然他们二位饰演的角色戏份不多 但是却令观众印象深刻 在庆余年之后 不少网友认为肖战 李沁将不会再继续出演这部《庆余年二》 而关于这一点 也是在最新的消息中得到了证实 因为在回归之列的名单中 并未出现肖战和李沁的名字 与此同时 关于颜冰云与林婉儿饰演者的消息 在另一篇公告中得到了发布 将由丁雨昕出演颜冰云 由张韩韵出演林婉儿 对于这样的消息 网友们可谓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 有些粉丝不希望自己的偶像再出演 这种戏份不多 镜头都没多少的角色 毕竟他们二位如今已经是当红一线 尤其是饰演颜冰云的肖战 可是另一方面 观众们又期待可以看到肖战 李沁回归 毕竟他们对于颜冰云 林婉儿这两个角色的塑造和诠释 还是相当到位的 如今演员人选公布 当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吗 那么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